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经让众生明了因果报应 念佛修行更得力 地藏经是佛在即将涅槃前 刻意到刀立天为自己的母亲摩耶夫人说法 报生身慈母的亲恩 经中也详细讲了地藏菩萨素是 为就拔受苦的慈母 而发起度尽众生方正菩提之大愿 所以地藏经被称为佛门之孝经 在《观无量寿经》中提到的敬业三福 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 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 我们经常持诵地藏经 学习地藏菩萨孝亲的精神来报父母恩 就可以修非常殊胜的福报和功德 地藏经也为我们详尽地阐明了因果报应 我们今天敢预造种种的杀到淫妄的罪业 跟不懂因果 不信因果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能够坚持送地藏经 了解因果报应以及地狱里种种的景象 就会检点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 真诚忏悔 努力改过 修五戒实善 把所作的善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以此作为念佛的助行 作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 我们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 生活在这个世界 不是任何事情都是如意的 比如衣食的缺乏 疾病的纠缠 遭遇各种凶衰事件等 是我们身心不得安宁的这些障碍 来障碍我们的生活 障碍我们的念佛修行 古德云 身安而后到龙 对我们凡夫来说 衣食住行不能不有所需求 天灾人祸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而如果能听闻地藏经乃至读诵 经中就说了 能够衣食丰足 极易不灵 家宅永安 所求遂益 寿命增长 虚耗辟除 出入神户 离诸灾难等 能让我们的身心安顿下来 安心念佛修行 不仅如此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与我们现代人的根器 是相契合的 非常弃我们末法时期 修行人的根基 连池大师在地藏经的序文中说 霍卫世经 尊尊呼众生因果 地狱名相 无负玄论 不足心事耳目 西用事定正为 意思是说 有人认为地藏经说来说去 说的就是众生的因果报应 没有什么玄傲的理论 只是说些地狱名相 因果方面的 也没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那何必再来定证它呢 接下来 连池大师又用了一个比喻 来说明地藏经正适合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 一 这是感叹词 一 不薄疏塑 平时不如明珠 凶年则为至宝 就末法之凶年 是今岂可少耶 意思是说 我们平时的粗布衣服和普通的粮食 在太平盛世不如明珠 但是在这个激进的凶年 反而真的就是宝贝了 它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可以救命的 就像佛法的正法 相法时代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末法时期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佛法的凶年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跟大家高谈阔论 谈玄说妙 说高深玄妙的佛法 说真的 大家很难听地明白 即使听了 又有几个能够去做到呢 而地藏经 能让众生听懂因果报应 可以按照地藏经的孝亲尊师 这种利益一切众生 这种因果报应去做 这样就可以救末法时代的众生 所以我们一祖师大德的教导 今天来共同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 希望大家在念佛之外 能够兼修并习这部经 以此作为我们念佛的助行 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料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